人人都在骂南门,南门转身就辞职啊 英格兰主教练索斯盖特,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南门 宣布呢,自己不再担任英格兰主教练这一职务啊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呢,是不是如了很多球迷的这个心愿啊 因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声音呢 就是说索斯盖特,也就是南门是英格兰最大的短板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听啊 一直到他卸任,离开这个主教练那个职务啊 因为一直有球迷在骂,说索斯盖特呢,是浪费了这支英格兰队 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嘛,这个从1966年 英格兰夺得世界杯以来,所有主教练的成绩都没有那么好 现在呢,英格兰的主教练职务是空缺了 大家呢,或者是媒体呢,也是列出来了一串的这个 潜在的主教练这种可能性,里面呢,还包括克罗普 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啊,我作为一个利物普的球迷 克罗普是不可能出来的 首先克罗普他是一个德国人 他德国人是怎么可能去轻易的去执教英格兰呢 他要做也是要做德国队的主教练 他要等着嘛,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大家总是对克罗普出山寄予很大的希望 这不光是球迷人,包括什么美国足协 他也请克罗普,很多球队他也去请克罗普 但是大家可能都是不了解克罗普啊 看克罗普这么久的话,可能就是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你真的是并不了解克罗普这个人 克罗普他自己在利物普卸任的时候 他说他用的什么词啊 他用的是自己想退休啊 而且他离开利物普的时候 他把自己整个一个教练团队 他是给解散了 他的教练团队是奔向四面八方 去各个其他球队去执教 他手里现在没有团队了 你不能说让克罗普自己拎个包空降到一个球队去执教吧 这不可能 而且自己也很这个说的很明白了 他想要去享受生活 想要去陪伴家人 已经把这个话说很明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媒体啊 很多这个球队他在想着说让克罗普来执教 至少在短期之内他用用词用这个退休的这个词 包括他这个解散教练团队的这个行为上来看 他短期之内是不会执教的 甚至我觉得就是克罗普他以后不再出任主教练 我都不会感到惊讶啊 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待了一年之后 他会觉得哎享受生活还挺好的 因为呢这种东西人呢 每个人的追求是不同的 你就像球员一样 你像39岁的C罗 他可能就是还是要追求作为一个球员 他享受作为一个球员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有的人你比如说像日本的这个球员 中天英寿人家29岁就退休了 就去享受生活去了 足球并不是他的全部 人家还可以做一些时尚啊 做一些义工啊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 就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容 有的人呢29岁就退休了 有的人呢39岁还要在赛场上比赛 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嘛 所以说呢 克罗普虽然还不到60岁 当然很多教练呢 他只教到70多岁嘛 那克罗普很显然还是比较年轻的嘛 但是他自己说了 自己感到很累啊 而且他想多陪陪家人 那这种东西我觉得 他不太可能出任杨栏的主教练 他甚至说不太可能出任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啊 那么其他的候选人呢 有什么埃迪豪啊 有波特啊 甚至说有波切迪诺 有图赫尔啊 我倒是觉得可能波切迪诺或者图赫尔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呢 英格兰国家队的这个主帅的这个位置啊 实话实说啊 任何一个像这种足球强国 他首选肯定会是本地人 奈何呢 英格兰本土 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著名的教练 像埃迪豪算是很不错的了 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 他一定要请本国的本国的人来执教啊 特别是这种强队弱队还好吧 你像什么稍微差一点的 像什么日本韩国 包括什么中国印尼 类似于这样的国家 他可能还用这个外教 因为他会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先进的这个训练方法 训练理念啊 包括他的整个这个团队啊 可能更更好一点 可能对球员那个帮助更大一点 但是你说像英格兰 英格兰的话 首先我就说过之前 这个主教练 特别是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 你要非常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你想为什么 我觉得像波齐迪诺图克尔合适 这俩人首先 他非常热爱英国 他习惯英国文化 像波齐迪诺常年的在英超待着 在这个英国待着 就属于半个英格兰人了 这一点都不会过 他会讲英语 而且很了解英国的这种文化 其实都是相通的嘛 所以这样的话还可以 还算勉强可以啊 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上一次大赛里面 拿到冠军的球队 这个主教练是外国人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了 你再往前推 你看这届大赛西班牙 德拉夫恩特西班牙人 上一届的意大利 这个主教练也是这个意大利人 是本国人啊 你这个二十年世界杯 斯卡罗尼 阿根廷人啊 法国德尚 这是法国人 也是本国的 在之前德国队 德国队勒夫 是本国的 16年的这个欧洲杯 葡萄牙 葡萄牙 桑切斯 桑托斯 也是本地的 本国的 在之前什么西班牙那个王朝 那也是本国的 基本上你看大赛里面 强队的主教练都是本国人 所以你说英格兰想要夺冠 那还是 首选肯定还是本国人的 所以我还 我记不住上一次 这个有强队夺冠 他的主教练是外国人的 这个情况 是什么时候发生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 反正我看这几节大赛 我是没看过 最早我能想象的到就是 雷哈格尔 04年的希腊 希腊队夺冠的时候 雷哈格尔 他不是希腊人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 在之前 我可能想象不到 在之前我就 看球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了 巴西斯克拉里 是不是 巴西人嘛 对吧 所以斯克拉里 只叫葡萄牙的时候 虽然语言都相同 但是也是没拿到冠军 好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bug 这个英格兰你要想找主教练 还是得找本土 首选肯定是本土的 其他的就在说 是吧 那回到索斯盖特这件事情 我知道可能是接近 互联网上可能90%的人 超过90%的人都在骂索斯盖特 说他保守丑陋 说什么战术什么都不懂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索斯盖特他把英格兰 带的就是高度 过去的八年时间里面 世界杯一次四强 一次八强 欧洲杯连续两次都进决赛了 这个高度 对下一任主教练不管是谁 哪怕你是瓜迪奥拉 瓜迪奥拉敢保证自己下届欧洲杯 在英国本土举办的时候 你能把英格兰带到决赛吗 瓜迪奥拉他都不敢做这个保证 他能保证在世界杯里面 美加默两年之后的世界杯里面 他敢保证把英格兰能带进至少八强吗 他也不敢保证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下一任的主教练 他的压力会是极大的 因为索斯盖特把英格兰带到的高度 实在是太高了 真的是不好弄 因为毕竟从1966年开始将近60年 50是50多年 没有主教练把球队在这个高度 从什么埃里克森 卡佩罗 各种各样的这种教练 都试过一遍 都不行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我说一个特别是国家队的主教练里面 他可以战术可能不那么通透 这都OK 但是管理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在很多个视频里面我都强调 我说一个球队的主教练 他的管理能力一定要排在第一位 你的战术能力不行 你可以有谋士 给你出谋划策 你可以有一个团队过来给你出谋划策 甚至说有一个人站在你的旁边 你的助理教练过来帮你 什么时候该换人了 该换什么人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打法 这个都是可以别人帮你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在球队里面 没有威望 没有威信 球员不听你的 你跟球员关系搞得不好 这个球队支离破碎 没有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你像三国咱们都读过 曹操 曹操他可以没有计划 没有谋士 他可以没有任何的谋略 但是他可以雇 他可以雇别人 他身边有很多谋士 给他出谋划策 但是如果曹操 他没有这种威望 他没有这种不会做人 没有威望的话 没有人愿意为你效力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大家为什么看不懂 大家总觉得南门耽误了英格兰 但殊不知他把英格兰带到这个高度 就是因为他的出色的管理能力 你看他的这种情商多高 老板对他满意 球员对他满意 这都OK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是不是要再想一想 南门现在真的走了 英格兰接下来真的会好吗 我觉得不一定 看接下来是谁 执教了 看看他的管理能力行不行了 你像咱们频道的老朋友们 可能都知道 我一向是比较维护主角恋的 特别是像索斯盖特 当所有人都在骂他的时候 我是力挺索斯盖特的 因为我看明白了 我说足球世界里面 管理要排在第一位 而索斯盖特把这个管理做到了 咱不能说是极致 但做得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之前这么多名帅 球员也很不错 他的阵容也很不错 不比现在的英格兰差很多 或者说甚至说比现在的英格兰阵容 要更强 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人 把英格兰带到索斯盖特 这么一个高度 就是管理能力 索斯盖特是非常强的 你看索斯盖特 他不管怎么样 在他过去的这个八年里面 英格兰国家队 队内队外 有什么大的这种丑闻 爆出来吗 大家没听说过吧 你看之前 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什么太太团 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 各种各样的事情 甚至说你像什么特里 跟布里奇 出现了这种有其门 在索斯盖特这个管理之下 你没有发现任何的 有什么不良的这种嗜好 行为品行 什么被曝光什么 不存在这种事情 索斯盖特他的管理理念 你看这一届英格兰 很多人都在说 为什么不带格拉利时 首先呢 格拉利时跟这个福登 两个人呢 是有一定的这种重叠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但是很大一个原因 你像这一届 他没有招拉什福德 没有招格拉利时 索斯盖特他选人 很有讲究的 你看他选的 这批英格兰的球员 全都是听话的 全都是这种品行 很端正的 相对来说很端正的 但凡这个球员里面 有不良的嗜好 有其他的这种污点的话 他是绝对不招的 你像拉什福德 你看过去一年 拉什福德什么表现 这不光是球场上 这跟球场上没有关系 他一直不是很喜欢 拉什福德这个球员 他即便是在英格兰队里面 他也不是这种 绝对的这种主力 因为什么呢 拉什福德喜欢泡巴 喜欢真的觉得自己 这个无所不能了 你看他过去的一年 在场外 什么样的这种表现 你觉得索斯盖特 是不知道吗 肯定不是 这种品行不够的 他是不会往国家队里面招的 因为索斯盖特知道 你为英格兰出战 你就是代表的 这个英格兰的脸面 你的品行不行 你肯定是 肯定是不可以的 包括格拉利是 成天泡巴 他也是不喜欢的 就是他把品行 这一面 看的是非常重的 所以你看英格兰 这批球员 都是很听话 而且他没有什么 太黑暗的这种背景 所以你看 这批球员又听话 又没有什么 场外的花边新闻 而且你要知道 英格兰主角类 这个位置 为什么不好做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咱们大家看新闻 你平时可能会看BBC 可能会看这种 天空体育 还有什么太阳报 这种太巫视报 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 其实为什么 就是英国的这种媒体 太强大了 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再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 可能大家懂英语的是更多的 毕竟是世界通用语 所以说英格兰 为什么它的曝光度强 大家看的那种 花边新闻也很多 所以大家对 英格兰对七嘴八舌 讨论的也很多 大家没事不会去看什么 法国的什么报 西班牙的 波特牙的什么报 德国的什么报 你不会去看这些媒体 首先大多数人 他看不懂 你懂法语吗 你懂西班牙语吗 你懂德语吗 懂意大利语吗 你都看不懂 所以说英语 它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英格兰来讲 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大家对你的口舌更多 你的接受的这种噪音就更多 所以为什么南门英格兰队 他这么遭骂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英语 大家讲的都是英语 而且英国的媒体的报道 对这个球队影响非常大 所以你想之前英格兰这么多年 他为什么出不了成绩 出不了那种好的成绩 受外界的影响太大了 外面给你的压力 媒体给你的压力 球迷给你的压力 然后球迷现在特别是 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 大家一刷 不行心里崩溃了 互联网对球员的杀伤力很大的 很多球员他受不了压力 他就不行了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品行有点不端的话 你像桑桥心里不就崩溃了吗 那拉什福德也是属于有点偏自闭症 那种有的时候行为还容易忘我 是不是 所以索斯盖特在选人方面 先把不利的因素屏蔽掉 再一个就是他把所有的这种媒体 或者是球迷对他的不满 全都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而且他对球员的保护 做得非常到位 就这些点 说实话 喷索斯盖特的 在指责南门的 有一说一 没有一个 包括英格兰那些媒体 民宿 前球员 包括球迷加起来 有一说一 没有一个是比他有能力的 咱们不会看到什么 瓜迪奥拉 克罗普 什么安切罗迪 你不会看到这些名帅 对索斯盖特指手画脚 绝对不会的 但是你会发现像什么 加里内威尔 卡拉格 包括什么 鲁尼 就英格兰这些民宿 你看 他们会对索斯盖特指手画脚 但是说实话 他们加起来 他们的成绩加起来 都没有索斯盖特把英格兰球队 这个地位带得高 你像什么 特别是鲁尼他当教练的时候 自己当主教练自己就先跑了 把球队扔在那不管自己先跑了 说这样的人怎么当主教练呢 是不是 所以索斯盖特 他在做人的这个层面上 他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辞职呢 搞不好呢 只要他不是继续去豪门俱乐部当主教练 我觉得他其他的这种仕途 以后搞不好 有可能会进这个英足总的 有可能会去这个这个风角当官的 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现在他卸任了 圆了一部分球迷的心愿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继续看英格兰会怎么走啊 是不是 看看是不是啊 南门真的是英格兰最大短板 那下一届大赛两年之后 咱们就揭晓了嘛 新的英格兰主角练 他能不能把英格兰带到冠军 或者说世界杯决赛啊 咱们就别的不说 能达到世界杯四强 我觉得下一任英格兰主角练就算成功 好不好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先聊到这里啊 然后大家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一起来讨论